立委林佩祥到台北车站发文宣的举动被市议员张之豪质疑 是准备为市长谢国良被罢免后的市长改选铺路 我们只希望林佩祥委员能够吃相优雅一点 让谢国良市长好好的做 那现在他的这样子的动作确实是都让大家为他感到捏了把冷汗 那也希望说佩祥委员可以缓一缓 让谢国良市长一路做下去 强纳森有一天会是你的但不是现在 对此立委林佩祥也回籍在基隆市议会时期的老同事张之豪议员表示 佩祥在市议员时期就一直在车站关心通勤组的问题 尽全力协助改善解决 反而是张之豪议员如果想要为补选市长或是补选立委做准备 他都祝福 也鼓励张之豪在党内初选时要多加油 之豪他想选市长 他想去参加补选 不管是市长补选也好 是立委补选也好 我祝福他 我们当然祝福他 人有上进心是好事 但是眼睛一日心有所想 才言有所见 那我给予高度的祝福 那至于说本 至于说我自己的态度 我是把现在我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通勤主的诚意好好顾好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那我相信努力会说话 我相信成绩会说话 我相信我的想法 我的服务 我的陪伴 会给予我们 会实质上帮助到我们激动市的市民们 不过佩翔有信心 市长谢国良不会被罢掉 我对国良有信心 可是我也不能阻止 知豪去争取这次任何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毕竟他也有 他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他也要经过党内很多激烈的竞争 而我祝福他 高度祝福 因为他自己在党内也要很加油 林沛祥委员好像真的很喜欢去 揣测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市议员尽好建都市政的工作 就是天经地义 那我们也会在每一天 都把这个工作做好做满 记者吴俊松张启腾采访报导